乐剧是我国主要的地方性剧中 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 乐剧常于抒情 以唱为主 声音优美动听 表演真切动人 唯美典雅 集聚江南领袖志气 多以才子佳人题材为主 艺术流派分成 公认的就有十三大流派之多 2006年5月20日 乐剧经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乐剧发源于浙江盛州 发展于浙江城乡地区 发祥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20世纪50年代 曾繁荣全国 并走向世界 回眸百年的风雨和辉煌 乐剧以其顽强的生命力 从一个乡下人的甜头歌唱 发展为中国主流的地方性剧种 其眼镜历程亦可视为中国百年巨变的缩影 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 乐剧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 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表演艺术家 形成了众多风格各异的流派唱腔 创作了《红楼梦》 梁山博与助音台 《西乡记》 《烟纸》 《祥林扫》 《舞女拜寿》等一大批优秀经典剧目 今天的乐剧是当今江南文化的独特载体 长三角区与审美文化和审美气质的集中体现 2020年5月 乐剧入选首批浙江文化印记名单 乐剧是浙江文化的金名片 更是文化浙江 诗化浙江建设中 不可或缺的文化品牌 倒出的是 绝 Present 北京 即时 进経完